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掌声有请一号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应该比我重啊 外形长的反而不难看 王方老师好 你好你好 王老师好 你好 好气还是后面 很庆幸他没想中我 我也没想中他 这叫从哪里来 我从东营来 我一看您这发型挺帅的嘛 我看着王道这样 非常好的 特别崇拜王道 谢谢 先生在东营那边做一个 铝合金门窗的一个代理 对吗 忙不忙啊 忙 那个一个人还得去量尺 还得给客户勾同 然后做好之后 有固定的工人过去干装 所以急需一位女士 哪怕走路上咱去给人家量着东西去 俩人拉着手呢都不一样 对不对啊 对对是是 那心情都是甜蜜的 对对 要不然挣钱给谁花呀 是是是 是吧 你自己能花得了吗 花不了 太激烈了 找到老婆跟老婆慌 一直就在笑 好可爱 我觉得她的性格真好啊 真的 我觉得像您这样的性格 特别需要有一个闲内住 如果您的闲内住 每天陪伴着您左右 我相信您的生意会更加糊糊 对对是是是 这这这这是一个人干压力太大 现在您去给人家量东西啊 因为我们知道 这种东西嘛 总会有一些很挑剔的客户 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多量了一厘米 没弄好 人家跟你说你怎么办呢 就跟你好好解释呗 来吧 老师 比如说您就是那特挑剔的客户 老远啊 我今天下班以后啊 我发现我家的这个窗户 是你装的吧 是是是 漏水啊 漏水呢 没事让工人 得得用时间过去看看 是没雕没打好什么 你 你叫工人看看 你耽误我的时间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钱谁负责 这个吧 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吧 也有可能是你那个床子吧 之前做的时候 没做好 咱看看 不要紧 只要是能给你弄好的话 肯定还是给你 让你满意 你啥意思 你的意思是 我的这个床户 那个那个墙有毛病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我此前前 你是不是说我这个人也有毛病呢 咱前前 不是 你所清楚 你到底是怼我 有意见 你还是怼我 我们家的墙有意见 你别生气 别生气 我怎么不想起你 你自己想了 一个人来了 我自己想了 你有整意 我也有整意 怎么 干嘛呀 干嘛呀 让我家为念干嘛呀 确实是老师 挺实在的 你给我媳妇解释一下 咋回事 我们家的窗户 这才两天 两天 就关不上了 就关不上了 咱俩都愿意你看看 那您刚才是什么意思 你刚才是什么意思 我都听见了在文艺上 你说是我家 可能给你解释了不对 但是一定给你处理好 这个事 怎么处理 我当工人先过去看看 了解了解 看看什么情况 包子让你满意 就得你去 一定让你满意 行 要是去干嘛 我还去 这个男是挺有担当的 你去写不行 这太可怜了 不是 不是 关键是 我看到就没招了 对 来 三号女嘉宾一直按灯 三号女士您说 我觉得这位嘉宾 性格挺好的 你不要再欺负他了 等一下 等一下 谢谢三号女嘉宾 我们就想考验考验 来 一号女嘉宾也在按灯 一号男嘉宾 比较老实 憨厚的那种的 假如说 您跟他走一块了 你愿意帮他 把小店看起来吗 愿意 谢谢 现在我看出来了 一号和 三号女嘉宾对您印象都不错 那叫问一下您的婚姻情况了 什么原因离婚的呀 那会结婚结了招吧 那个时候老了爱面子 坐住当家就非得愿意 我正好那会在外边打工 不愿意也不幸 爸爸连事业就结婚了 我这也自己谈的 没用啊 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太多了解 是吧 没有 我们就从介绍到结婚也就是之前见过两天吃面吧 那你们结婚之后你发现有问题了 那时候我家的也穷 老乡都挣钱 有时候找了完了回去了 我那边吃个饭了 喝点酒了 那会年轻 回去不好 他就看见我就吵 看见我就闹 有时候他先动手 对 有时候给我一耳光 两个人过日子还真的需要磨合 要他真正去体贴一个女人 去关心一个女人 我感觉到没有我这么认真 过来这个 真过去日子来和我母亲也和不来了 我那会自己包裹干 你说要是买点肉了 买点水果了放下来 我母亲那个意思就觉得 我哥哥那会挑战不好 就想给他点吃狮子的 就从我的屋里拿着给他哥送去 但是我那个前妻指导之后 她就说 凭我蘸的东西 非得让你 经常吵吵闹闹 凡事越过越就没有意思了 最后是谁提出来的离婚呀 是我提出来的 久的话说的比较干磨 她说 你是要相立就立 你随时立我随时给你立即 这样到后来 孩子也说 那一样过还不如离婚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离婚了 您就这一段婚姻吗 还有一个 就是到了02年吧 我跟那会干装修吧 在一块开店认识了一个第二个对象 05年写了婚 那这一段婚姻持续了多久啊 四年吧 有孩子吗 第二个没孩子 就因为没孩子吧 一次要不上孩子 当医院也插了 说他手脸管不痛 他就看着我家是个男孩吧 我那个第二个对象 感觉我是不想要那个意思 他就找各种借口吧 就说没孩子 其实想要一个孩子 最后这一段婚姻也没保住 对他就是09年分开的 到11年拿了离婚证 你有没有觉得 好像每一段婚姻 你都没有感受过太多的幸福呀 也真没有 如果不感到幸福 为什么第二期有这么 匆匆匆忙忙的结婚 所以你看今天你就幸福了吧 俩女嘉宾对你都印象好 是是是 主要是你来到了门当户对 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一号三号女嘉宾哪位愿意出来见一下 一号男嘉宾请按灯 一号女嘉宾按灯了 三号女嘉宾你没有按灯吗 是的我没有按灯 三号女士为什么觉得不合适了 因为我觉得他在有两段婚姻吧 而且我觉得也每一次婚姻都比较短暂 结婚又离婚的 所以我还要考虑一下 其实刚刚我觉得这个相片非常坦诚啊 说这两段婚姻 黄伟老师您对这相片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特别好 我觉得他特别的忠厚 其实刚才我们在上面互动的时候 一般的人是接不住的 但是就能够感受到 您平时一定遇到过 类似让您非常难过的这样的顾客 但是呢就是不管你多么刁蛮 我都非常真诚 有一个细节特别让我感动 就我都已经就完全不是我了 然后那么的跟他说 要准备下手了 对他最后他是伸手跟你握手 就是我相信再刁蛮的客人 能够面对您的时候 有您的这份真诚 什么事都不成都不是问题了 对 2号 您好 请那个3号女嘉宾啊 担担我 终于看到一点希望了 对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1号女嘉宾了 掌声有请1号女嘉宾 好�대로 好 你好 气质好好啊 1号还是蛮不错的 大家好 你好 气质好好啊 你好还是蛮不错的 大家好 老毛老师好 您好 来来来 应该先握个手啊 你好 很漂亮啊 今天 谢谢 自己找了一件很花色的衣服 会不会觉得很有气场啊 行吧 不是很显他身材秀场 来 您请坐 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啊 什么时候分手的 07年 遇到什么事了呀 是前夫跟人跑了吧 带着一个顾客吧 顾客 你们在做生意对吗 对 做哪方面的生意啊 离发美容 突然离开的吗 对啊 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什么都不知道 那时候就是傻嘛 走的时候也没给你留个纸条吗 没有 之前就是 前有几天吧 他是去金货 去金货呢 跟那女的一起去的 这是后来我知道的 他当天是回来特别晚 八点多 我还寻思 怎么今天回来那么晚呢 平常就早到就到家了嘛 没过几天 他就跟我提离婚 当时我都懵了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过几天 那女就找了一个出租车嘛 去门口去接他 当时我还出去 我说你告诉他 我说他不出去 不见他了 就说这话 没行事 下午就走了嘛 也就是说 在他走的当天 其实你是知道 他们俩已经有点问题了 有 知道了 知道了 他自己承认了吗 他跟我提离婚的时候 他就说了 他说他喜欢上别人了 他就这么一个话 当时我还可以以为 是闹着玩嘛 我说我不理 怎么说 说什么也不理 就是那样 然后就走了 没想到 就是下午就走了嘛 他已经喜欢上别人了 你再晚留也没用啊 平时管教不严 才会造成今天的事 再一次见到 他是什么时候了 他就走了十天 他带那女的来北京了嘛 来北京 然后这儿有一个朋友 他带着那女的 去朋友家吃饭 到现在我也很感激 那两口子 他们俩吃完饭 就那个打车走 然后我那朋友 就在后边打个车盯着 看他们两个去哪 然后告诉你家里 家里去的人嘛 给他抓回来了 要不抓回来 可能还回不来吧 相当于是 人家帮你跟踪 然后跟踪完 然后告诉你 然后家里边赶紧来人 他爸爸 他哥他们来的嘛 这十天 你会不会好崩溃啊 崩溃 就天都塌下来了 睡不着 我就出去买了一瓶 安眠药嘛 我是想就吃完了药 睡着了 当时胸口放着一个表 就是一会看看几点了 一会看看几点了 一会一吃就吃多了嘛 就自己就不知道吃多少了 后来抢救了 当时他家亲戚去了以后 说还不赶紧送医院去 这个我姐都不知道 家里谁也都不知道 我没说过 就真没说过这事 那十天之后 你问他了吗 回来以后 你肯定得问吧 只要他回来 过日子就行了 就不想别的 那时候就这么想的 那他回来以后 跟你过日子了吗 老实了一两年吧 后期还是不老实 有一次就能有二次 这就是一个旅人 悲剧 我是没办法去理解 就是不明不白的 和自己出轨的丈夫 在一起生活的感受 就是十天 你想想 家里 出动了这么多人 把你的先生给带回来了 然后你竟然你刚才说 你都没有问 那难道你心里就没有任何问题 往外冒吗 你干嘛去了 在跟你这同床异梦的时候 你这心里什么滋味 你肯定会在想 他为什么呢 对吧 那个女孩比我好在哪 怎么走了十天 如果我们不找她 会是什么结果 那以后这日子还怎么过 如果她再出轨呢 对吧 我怎么办呢 然后你又没有跟她 弄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那你就没有想过后面 等待你的也许 就是又是一场噩梦了 什么都没想当时 就只要回来 过日子就行了 所以我们就说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就是你这个因 已经发现了问题了 然后你不去解决它 最终你得到的果 肯定还是更大的问题 所以就离婚了嘛 这女人没魄力 这位是姐姐是吗 哎呦大姐 你好大姐 你好王老师 你好你好 刚才妹妹讲这一段 你们都知道吗 不知道 她从来不跟孟孟说 但您听完会不会好心疼啊 很心疼啊 你知道她跟妹夫离婚 是这个原因吗 不知道 她离婚以后才跟我们说 她离婚了 离婚以后说 为什么 她从来没说过 能理解一个女人 那个那十天那种感受吗 可以想象得到 不过我妹妹很坚强 大姐我问一下 您对我们这位先生 印象怎么样啊 印象不错 你像这样的靠谱男人 对 他就一定不会干出这种 突然就走的事 你想他走了 他还在想我那俩店怎么办 是不是大哥 是啊 是啊 是吧 所以你看 我觉得你找老公 一定要找这样 就是他靠谱 就是你是不是想知道 离婚之后 因为有十年了吗 这十年中 你又碰到合适的人了吗 领过一回证 从认识到分手 三个月吧 就十多天领的证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岁数比较小 当人猛追呗 嘴甜呗就是 就把你给整蒙了 确实蒙了那时候 爱情冲昏了头脑 结婚了你 这个事情不能当儿戏 然后慢慢地培养感情 他比你小多少呀 小八九岁吧 应该是 然后结婚之后 你发现他根本不是爱你 他认为我有钱嘛 他就说把我房子给他 然后让我给他买辆车嘛 他把您当银行了吧 当时我就知道 他什么意思了 然后你提离婚 他愿意吗 不愿意 我是起诉的 男人冲动 女人呢 感觉到是天真 其实过了一段时间 没想象的那么好 当时你在选择一个 年龄这么小的先生的时候 你有没有跟姐姐商量过呀 没有 我有什么事都不说 我发现了 你就是当时被爱情 冲昏了头脑 是 是不是啊 先生您是不是那次 也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啊 是 你看你们俩 门道户队 真是门道户队啊 对 我觉得他俩特配 王老师 对我们这位女士的印象 是什么样的 这个姑娘她非常善良 但是呢 她自己心里头 没有个主心骨 可是又不愿意去借力 比如说借助姐姐 借助身边的三五知己 让他们帮我出出主意 我自己把握不准的 比如说这个小男生 对我穷追不舍 本身差了九岁 我能不能把握住 但是你一下子就被人家给降服了 所以有的时候 在你没有主心骨的时候 真的建议你可以借力 比如说问问王芳 问问王卫念 是吧 让他们做你的这个 最好的一个支点 然后帮你出出主意 可以 很好 好吧 可以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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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 我觉得黄老师说 要让你问我呢 我就觉得这大哥不错 说实话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真心觉着 在刚才的几番测试中 能够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表现得这么好的人 不多 就很多人 我们立刻就会看出 他性格的问题 但这位先生没大毛病 他应该说 这个小生意还没有把他弄懵 还没有弄到了 就是说 不懂得如何做一个本分男人 有一点经济基础的人 是容易小膨胀的 容易这个晕头转向的 但是 他的那种原始的那种真诚和踏实 一点没丢 是 所以我们三个人可以 可以给你做参谋 我们觉得可以 可以 可以 就可以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呢 这个就是同事天涯沦落人 在我们这儿呢 相逢何必曾相识了 来您到这里坐一下 两位请交流一下 接下来进入心动指数环节 男女嘉宾手中有加减分案件 通过评论满意加分 不满意则减分 我想问一下 女嘉宾现在在哪里生活 德州 在德州 市里还是在哪里 下县 现在是上班是做生意 上班 男嘉宾你抽烟喝酒吗 喝一点啤酒吧 烟就凡是做生意 多少男人都会抽的 但是我的烟不是特别的亲 我还是能接受 你家孩子多大了 二十了 男孩女孩 男孩 哦 你几个孩子 我就一个孩子 变谁了呀 我家孩子结婚了 我家孩子二十九了 他家那个小孩都四岁了 我这个没什么压力负担 先生 我问您个问题吧 请问以后要是 再找一个新的媳妇之后 在家里边谁主要干家务活啊 家务活我自己都会干 我早点起来就洗衣服 把我的衣服洗完晾好之后 我就吃饭 吃完饭 我就把底脱一下 男嘉宾会做饭吗 会 会做饭 那炒菜 我炒菜是一流的水 您愿意给他做吗 愿意啊 可以啊 只要有时间 对 除了做饭 做饭洗衣服 如果给你增加一个劳动量 每天端盆洗浇水 你愿意吗 愿意 那对矫情 先生 您还有什么问题 问女士吗 没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刚才网导的这个问题 要问你呢 你愿意吗 愿意 愿意给先生端洗脚水 愿意伺候他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彼此的分数是什么样的 来吧 两位请到前边来 两位是否愿意和对方再交流一下 在我倒数321之后 请然后转 请准备 三 我觉得蓝色可能会转身的 二 应该会战的吧 一 就是好像有点 有点顾虑了 哎 好 来面朝我两位 先生为什么没有转身啊 还是两个人的 好 非常理解啊 非常理解 那先生请您回到观察室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 好 谢谢 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喜欢这位男嘉宾 请拨打我们的认识